任何人如果假借新聞工作 利用新聞工作作為工具去犯法 去做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特區政府會嚴厲打擊 所以我支持警務處、國家安全處 根據證據去採取拘捕行動 對於涉嫌、串謀、發布煽動刊物罪的有關人士 是依法處理的 利用新聞工作去做工具 是破壞新聞自由的人 是污染新聞自由的人 真正的專業新聞工作者 應該齊聲反對 跟他們保持距離 希望大家明白 香港的新聞工作 是受《基本法》保障 但是如果有人穿著新聞外衣 其實是利用新聞作非法勾當 將新聞工作成為一個工具 這些是新聞工作者的害群尖碼 我是予以譴責